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看影片的各位 请把笔和纸张拿出来做好笔记 OK 我们马上来看第一个 那么第一个通常我们会看到叫做 麦尼萨 OK 什么叫做麦尼萨呢 麦尼萨就是说磨碎 OK 英语我们讲 用这个Brander来把它给磨碎 OK 来 老师造一个句子 简单的句子 一部麦尼萨 麦尼萨 和麦尼萨 麦尼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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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尼萨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们英语讲Brander 磨碎机 OK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个绳子 第二个绳子我们讲麦尼萨 麦尼萨或者我们讲麦尼萨 麦尼萨 OK 都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意思就是说 倒碎 倒碎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厨房里面 我们会看到妈妈平时 要把这些洋葱 或者是我们讲辣椒 把它倒碎成碎碎的 给我们讲麦尼萨 所以我老师造一个简单的句子 一部麦尼萨 麦尼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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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八王图片捣碎 OK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绳子 so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图片 它叫做 Menghuli Adunan Tebon Menghuli Adunan Tebon就是说 戳楼这个面粉团 OK 听好了 Pekjia itu Sedang Menghuli Adunan Tebon 那个工人正在戳这个面粉团 Undok membuat roti chanai 那么大家都知道 去做这个 roti chanai之前呢 我们是要先把面粉搓揉在一团 OK 那么这个叫做 Menghuli Adunan Tebon OK 这样这个面粉团呢 拿来搓揉的意思 好不好 so 我们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Activity 老师要教的是 或者我们讲 那么这两个意思就是说 搅拌 或者是混合 OK 妈妈平时拿一个扫子这样子搅拌啊 都可以讲 Menghazaw 或者我们讲 Menghawu OK 比如说 Ibu menghazaw Gulai ikan so 在这边 Gulai ikan的意思是 这个咖喱鱼 加喱鱼 OK Yang sunggu enak itu 妈妈正在搅拌 比如说妈妈 放一些椰姜 Sandang粉 然后椰姜水 然后 在一边搅拌 Gulai ikan Gulai ikan Gulai ikan Gulai的意思就是说 有加椰姜 跟咖喱 加喱鱼 所以Gulai ikan 在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加喱鱼 OK Menghazaw 在搅拌的意思 So 很快的现在就来到 第五个 OK 第五个Activity 煮水叫什么 那么一般上很多学生都会写 Menghazaw No 哪里有人讲 Menghazaw OK 通常我们是讲 Menghazaw Menghazaw 马上抄下来 OK 煮水叫 Menghaz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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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bu menghaz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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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aw Menghazaw 慢慢烧水 煮水 泡一杯咖啡 所以煮水叫 Menghazaw souffle Ave 不同 Menghazaw 沒有 Menghazaw ok so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第六个Activity了 第六个Activity 老师要教的是 門称餐打击 so 門称餐打击是什么 就是剁碎 你不听话 你考试不及格 老师就把你拿来剁碎 門称餐打击 ok 門称餐打击 都是什么 买了一块肉啊 比如说买了一块牛肉 把他那个用刀 来把它 剁碎 然后拿来煮面吃啊 或者是拿来炒菜嘛 ok so 一部门称餐打击 untok hidangan makam mala ok 在这边老师的意思是说 妈妈把这个肉拿来剁碎啊 拿来煮晚餐的 ok 那么这部影片老师 pina ayah 请不要用简单的句子了 因为老师主要是让你们明白 Activity Activity D OK 你们只要明白这些Activity 就够用你到 豐富了 ok so 接下来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来看 第七个Activity 第七个Activity 老师要教的是 这个我们讲 剥这个苹果皮 ok 那么一般上有的人会写 mumotong 我的妈呀 mumotong是哪来切 怎样是哪来剥开苹果皮呢 so 剥开苹果皮 我们叫做 mumopas ok 背起来 mumo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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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lit apple ok 剥开苹果皮 剥开苹果皮 这边我们可以这样写 ade mumopas kulit apple dengan mungunakan spilak pisao so 弟弟用一把刀 把苹果皮给剥开 ok so 这个是第七个了 so 接下来老师要看的是 第八个Activity 第八个Activity 非常重要 送过奔定 按摩奔定 ok 就是 鲨鱼的时候 妈妈买了一只鱼 那么一般上 学生都会跟我讲 mumopas 一干 我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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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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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疼我疼我疼 那只鱼已经够可怜了 买回来已经是没有生命了 你妈妈还要再mumopas ok ok 好我们来看 那么妈妈 要把鱼 给弄干净 把这些鱼的鳞片给 给把它给拼开啊 把这些鱼的鳞片给刮掉 或者是把它的内脏里面都挖出来 铁唾出来 我们这个动词叫做 moniam ikan 背下来 ok 这个很重要 noniam ikan moniam ikan 这边就是说 我们关掉这个鱼的鳞片 然后取出它的内脏 我要让她死得死不瞑目 üst 好,我们马上来看这个 阿亚状态 所以,一般上很多人会犯错的这个词语 这个是第九个 所以,煮饭叫什么? 煮饭叫什么? 马上在底下留言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所以一般上很多人会跟我讲说 如果一部煮饭煮骨 又来 你什么都是煮饭煮骨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OMG OK,我们煮饭我们讲 煮饭煮骨 煮骨骨骨骨是说 通常我们是放在这个电饭锅里面包饭 蒸骨煮骨 OK 叫做煮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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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PA M NANAK NASI DI DALAM TAPO 所以 同学们请背起来 煮饭叫做 M NANAK NASI 这个卡塔科加很常在考试的时候会考你的 OK 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 也就是第十个生字了 那么煮好饭之后 OK 煮好饭之后 我们要拿这个大的扫子 OK 扫子 拿饭的这个扫子 OK 剩饭 所以这个动作叫做 M NANAK NASI M NANAK NASI OK 剩饭 So Ibu M NANAK NASI 可饭干 慢慢剩饭 放在这个盘上 OK 可饭干 YAN DIPEGAN OLE ADE DENGAN MENGUNA GAN SENDOK 这个SENDOK 就是说饭的扫子 OK 通常我们不是用弹词嘛 弹词太小嘛 我们会装有一个 这个拿饭的这个扫子 比较大块的 OK 这个叫做生豆 所以妈妈正在剩饭 弟弟在拿着 握着这个盘 OK Right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 老师教会了大家 十种在厨房 必须要掌握的Activity OK 如果你已经完全学会了 请给自己一个掌声淘汰 OK 好 那么今天的影片 老师就教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 有帮助到你的话 有让你长知识的话 麻烦你分享 按赞这部影片 也不要忘记 follow老师的面子书 还有订阅老师的YouTube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OK 老师会每一个星期 都会发布教学影片 让你们获益良多 好吧 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Goodbye